AG又有新刮曝光 教练组还是想给一安一些压力 自留签的归属给了轩染 并且AG再给边路下一盘大棋 AG选手的压力是真的有点大 九成迎来一个坏消息 贴钱打比赛都没用 伴随着AG成功进入S组 首发五人组也就成为了尊贵的S组选手 一安也是直接进化成真正的安天地 只是教练组一直在给边路下一盘大棋 因为他们发现一代版本一代神 代代版本有上单 只要队伍拥有很厉害的边路 成绩就不会特别差 比如TTG青青 狼队Fly WB子墨 哪一个不是知名边路 所以瓜主爆出的AG新瓜可信度很高 他直言以默区亚运会的自留签 他们准备给轩染 然后就是胡神的个人能力很强 他是九折跟吕成林看中的选手 意味着AG应该会留下胡神 到时候他们的边路就可能打麻将了 不得不说当AG的选手压力真大 这也是极光曝光 大家要看心理医生的原因 那上一场比赛到现在也隔 就是也隔得比较久 今天打得也是非常猛 真的今天打得太猛了 然后这期间是怎么保持这种状态呢 就是一直保持这种 就比较猛的状态 比较那个激进 状态 因为前段时间的训练赛 都是就是已经打得 就已经比较崩了 然后后面都是 就是请心理老师来给我们辅导了一下 就一起上了一堂课 怎么说心理课啊 大家找回自我 开启心理老师 心理老师吗 压力这么大 其实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打比赛的时候也请过 毕竟说 必须看一下心理医生 然后我们全队都去了 打得已经比较压抑了 压抑 诉说一下 就是诉说一下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然后让大家打得更一致 没事没事 你下次难受的时候 如果请不了心理医生 你就去看一下鱼尼哭的视频 开心一下 看一下鱼尼哭的视频 随后林甲南诋毁过猫神的张飞后 看到AG进S组 又转头诋毁起最初 他才是AG最佳的节奏制造者 属实是有点亏贼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极光 极光啊 就是我 就比如说 就是我有一次 我之前训练赛啊 就是 我之前训练赛 玩中单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比较矮的辅助 他想给我打辅助 但是其实的话 我是有点拒绝的 但后来呢 队伍里又来了比较高的辅助 就是 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话 你是喜欢那个矮的辅助 还是喜欢那个高的辅助啊 你这不是在捡我龙字标的名字吧 我没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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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说的啊 我没说啊 那我应该是选了那些高的辅助吧 啊 选高的 啊 好好好 选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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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九成迎来一个坏消息 有瓜主报了他训练赛被换了 意味着九成有可能跟魏央一样 最终会被取代首发 贴钱打比赛都没用 俱乐部更看重的是成绩 总的来说 AG这次转会7出去的选手 目前都没有取得好成绩 才会有玩家开玩笑 能不能退货 反而是AG顶着被骂的风险 取得了好成绩 从目前来看 AG赚大了 至于一安会不会被轩然取代 还是要看他S组的表现 大家觉得呢